太子 太子 你是谁啊 我不是坏人 我是好人 我一不小心就摘了个桃子 要 要不 我还是还给你吧 太子殿下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此人乃是我大理寺 新来的衣冠助语如小兰 还不知宫中规矩 如有冒犯 请太子殿下见谅 还不快给太子殿下请安 太 太子殿下 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关系 只是最近宫中不太平 下回别一个人乱跑 好 只不过这个桃子 我知道 你送给我的是吧 谢谢啊 大人 参见太子殿下 大人 太医院传了消息 昨夜受袭的那名宫女 已经请过来了 的 啊 啊 嗯 太子殿下 大人 阿人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奴婢昨晚 昨晚看见那个杀死侍卫的凶手 凶手是何人 是枝儿 是枝儿杀了人 医生 立刻把那个叫枝儿的宫女 押进来 遵命 待人犯 阿人 你 你说昨晚袭击你的人就是他 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太子殿下 请相信奴婢 你可认得这发簪 这只发簪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上面摘有血迹 据宫里称 这只发簪是奴婢的 大人 这发簪确实是奴婢的 但是奴婢没有杀人 人赃俱获 你胆敢在本殿犯案 就应该知道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你这是做什么 太子殿下 我担心此人背后 还有其他党羽 若是现在就把他杀了 会失去更多线索 请容许微臣把他带回大理寺审问 本王给你三天时间 要是三天之后依然破不了案 你可要为此案 做好离开大理寺的准备 微臣遵命 玄昱 把犯人之二押回大理寺 是 大人 我没有杀人 大人 大人 大人哪 大人 大人 五色石 别有小作棍 可是他身上好像有五色石 帅哥 我想求求你一件事 我要去见那个犯人 不可以的 你今天在宫里乱跑还不够啊 我不要找我 一下 我就这一下 什么都不干 不可以 如姑娘 这件事情要上大人知道了 不只是你 我也会受牵连的 就这一下了 我什么都不干 好大一条鱼啊 鱼 鱼 鱼在哪儿 没有鱼啊 喂 你又骗我 不行 我一定要找青梦炎把五色石要回来 头好疼啊 哇哇 肚子也好疼啊 有没有人啊 来救命啊 什么人也没有 浪费我眼睛 好疼啊 差点变猫了 天地万物 听我命令 五色石力量封印 худ猫 不可 ень 给我回来 原来你也会阴阳术啊 不 这五色石只有跟你这妖物在一起时 才会起反应 你跟它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能有什么联系啊 我要是自己知道找的话 我还要来你这偷啊 刚刚你提到了阴阳术 除了人猫换行 也还会别的什么吗 会的可多了 石叔来我瞧瞧呗 我得多知道点你的底细 我的底细关你什么事啊 你跟你爷爷靠着阴阳术 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事啊 我们不就是给人屈屈鞋 卖卖堂木服而已啊 是吗 那偷盗别人的物品这种事情 难道也是第一次 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